中山高速公路各个路段都保持了每个小时70公里以上的流畅度 因此民众可以考虑行驶高速公路 因为从现在一直到大年初三 中山高和北二高全线双向都不收通行费 当周秀二月的连续假期疏减了一波一波的返乡人潮后 上午利用航空班机的迫降 让除夕的空中交通受到了短暂影响 小港机场的关闭国内航班调度大乱 一直到下午两点之后逐渐恢复 顺利的让返乡游子回家吃年夜饭 不过今天的路上交通比起昨天更顺畅了 在交通部长林峰镇台北到高雄只要六小时的目标下 从今天开始的连续四天进入免收通行费阶段 全线各路段的平均车速都在80公里以上 是近年来难得的景象 要提醒您的是一直到大年初三下午一点 国道都是免收通行费的 另外初四初五从前一天的23点到清晨6点 大年初六二十一号星期天 从前一天的23点到13点 22号大年初七星期一 从联欢晚会当中也特地的以倒数计时的方式来迎接兔年 除了以倒数计时的方式迎接兔年之外 中央台还安排着敲钟来祈求兔年风调雨顺 而在这个时候大陆驻世界各地的使馆 也向大陆的同胞恭贺新年 而在联欢晚会的现场是五彩的气球 满天的飞舞也把现场的气氛带到了最高点 过年是中国人传统团圆的节日 不过有些人并不能回家过年 像是在大陆工作的台商 就因为工作的需要 没有办法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 不过也有不少的台商家人 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大陆过除夕夜 顺便看看当地人过新年的风俗习惯 在大陆工作已经五年的苏吉和 今年是第一次在福州过年 有位工厂在过年期间 必须进行机器的维修工作 因此苏吉和还是必须要在工厂监督 不能够回家过年 太太吴素玉就从台北飞过来 和老公一起过年 我其实在台湾都是一个人 有时候去那边那边乱跑而已 种一些菜 来这边他也有办 我跟他这样他是 这个警员还有两个共犯 责任部分已经由警政署 还有台湾省保警总队来办理 警方表示保警流利刚计划犯下 这起提款机签案 已经有将近两个月之久 而警方迅速侦破这起重大签案 并且找回了全部北投的金额 可见春安工作的压力之重 警方也表示 在春节银行不开门的这段期间 将会加强提款机的巡守工作 以防止类似的案件再也不发生 微信息室的高质量 红月宁综合报道 另外华南银行设在台中市 崇德路的玉毛屋超市内的提款机 13号的凌晨也被歹徒用电钻破坏 卸走了700多万元的现金 警方在货报赶到之后 初步的研判 歹徒至少有三名 有两个人破坏了提款机 还有一个人在外面把风 而且歹徒是计划了作案 也对附近的 赢提款被窃后 目前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 提款机后方的铁门遭到破坏 机器内部的大索全被剧断 留下大堆的铁屑 提款机内装有四个抄夹 都被歹徒窃走 里面装有现金700多万 警方今天在现场继续财政 初步研判 歹徒至少有三个人 歹徒是事先潜进来 还埋伏在这个玉玛屋里面 然后他是拿那个 电枣钻 钻 钻那个提款机 现在我采到一些主纹 还有一个电钻 还有鞋音 警方指出两名歹徒作案前 先埋伏在玉玛屋内 等到超商的员工全部下班 才下手作案 他们使用电钻 撬开提款机后 抱着四个抄夹 往侧面逃逸 歹徒打破玉玛屋餐厅的 第一道玻璃窗 接着跳过防火箱 经过隔壁大楼后门 再和另一名把风的歹徒会合 把风歹徒并破坏大门开关 接应两名得手的歹徒 最后从三四六项逃逸 警方看验现场后发现 歹徒破坏的玻璃窗 地上还留着大片的玻璃碎片 他们经过这条防火箱 爬上大楼后门的窗户 窗户下方的椅子上 还留着两名歹徒的脚印 两名歹徒和把风歹徒 会合当时大楼铁门深锁 警方在大门电动开关上 发现破坏痕迹 警方表示歹徒计划作案多时 可能多次到现场勘察地形 经过查访 证实最近一个星期内 有几名可疑人士在附近走动 大楼外的监视器早已经被破坏 可能是歹徒作案前先动的手 警方也透露 歹徒作案留下的线索相当少 破案的几率不高 目前警方成立专案小组 积极侦办当中 无线运行的廖文汉良诗中 台中报道 另外桃园县巴德分局的干员 晚间在士林的口湖南村 查获了一起虚设行号 来骗取商家商品的犯罪集团 警方从陈彩莲等四名嫌犯的住处 起出了琳琅满目的脏物 而估计价值在千万元以上 桃园县巴德分局最近接获献报 查出以女子陈彩莲为首的诈骗集团 这个集团以虚设行号名义 向商家订购商品 一旦货品到手 他们虚设的行号就立刻消失 警方今晚从陈彩莲住处搜索 当场查获数百件商品 包括各式电器 画像以及冰箱 总之超过千万元台币 警方同时在现场起出一笔 卖出货品所得的赃款 在内湖周子街的这堆废土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天 若不是闹出了人命还不知道要放多久 据附近的民众说内湖重化区工地多 经常在路边就看到了被人恶意气质的废土堆 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害了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李燕毅 李燕毅昨天骑着这部摩托车 一个不小心撞上了土堆 整个人摔在地上留下了一滩血字 在送一急救后仍然不致死亡 台北市警局局长王敬王 教育局局长李锡金等人都到了现场了解情况 但不幸却已经无法挽回 检察官指示要查明环保局的情责区 还有就是路灯为何会故障不亮 以及尽可能的查明废土来源 而台北市乱到废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有关单位是该拿出办法来解决